end if 也就是說if 結束一定會end if 那我怎麼做金額的計算呢 因為剛剛我不是有宣告一個total對不對 那total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total等於什麼呢 等於多少錢 所以金額怎麼計算呢 數量乘上他購買的那個有沒有 單價對不對 所以呢我前面就可以直接給他intq 也是total他的intq怎麼樣呢 然後呢在乘上乘這個 乘上哪一個呢 乘上金額多少 這個應該賣多少 這個賣 我記得好像是原位250 所以就乘上多少250 這樣不就答案嗎 對不對 那其他以此類推 其他以此類推 就是說把這個底下聰明的寫作方法就是copy 然後直接在底下按一個enter 貼上 這個是牛肉的 再來是海鮮的 有沒有 改的話把這個check 本來是checkO嘛 改成checkB 這個checkO改成checkS 有沒有 然後當他打勾的時候呢 就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把這個兩個這邊把它改成275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350 好 這樣子就可以去判斷說他到底有沒有打勾啦 不過這裡還需要就是說 因為第一次喔 他值丟過去給他的時候 在第二次在用的時候呢 就要用累加的 否則他會把舊的資料蓋過去 那如果要累加的話 特別注意喔 在第二次的時候呢 記得要在這邊加 在等於前面加一個什麼呢 加號 加等 所謂加等於就是說呢 我把原來的total裡面的值 再累加上去 也就是說不斷累加的話 記得要在等號前面再加一個加號 加等於 那這邊也是加等於 那最後的話 我就可以把結果輸出到label上 那怎麼輸出呢 label的名稱喔 在這邊我記得應該 我看有沒有改 叫label1 label1呢 那我們就直接輸出 label1 裡面有個屬性 total等於什麼呢 等於total 這樣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 程式就寫好了 只是說前面還要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ntdolls 所以在這邊呢 加上一個 total前面呢 再加上一個ntdolls 然後後面的話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程式的部分呢 就寫好了 來吧 程式執行一下 如果說沒有看到那個毛毛蟲的話 那就表示你這個程式撰寫是沒有問題的 第一個 牛肉 一個 計算金額 出來了 沒錯 兩個 計算金額 沒錯 海鮮 沒錯 但是這個地方這一題 其實它這個題目 跟我們兩個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有沒有 它check的部分呢 是可以多選的 可是 它這有個陷阱 它故意讓你不能夠多選 只能單選 如果這一題喔 要把多選 再改成單選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做一點 這個變化了 所以第一步呢 我想你們先做到這裡好了 先做到這裡 剛剛的部分 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總共呢 我的流程喔 總共就是把這個地方 我先輸入四個流程 一 宣告那個存放金額與數量的變數 包含就是一個total 一個intq 後面的話呢 就是intg的數值型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取得那個數量 也就從那個tst 就是文字 這個 這個控制項裡面 去取得到底使用者 它要幾個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判斷 if check 這個o 就是那個原位的部分打勾 就是乘上這個數量 給total 然後用負次的方式 再去改一下喔 那最後再把它輸出到label上面去 就完成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呢 我們怎麼樣把單選 多選改成單選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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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